硬把他就是拽着 他不拽 他要松手 这把上当是阿卡丽 对面上当是武器 这把阵容的话来说的话还不错 对面AP有点多 3AP阵容 然后又是个阿卡丽的 他带是不灭之我的 我们稍微小心一点 我们这边将近5AP的 这把示威面具 我出的话 性能比会比较偏高一点 他不能帮我Q的 他Q的时候会发生一个问题 野怪会跟他走 所以说一定不要让对半人打一罐 最好的情况下 一级我们学W 然后最贼一级好了 谁大的不也小的 用自己的身体砍 这样刷得比较快一点 如果说你想在2分20秒 升到三级的话 也可以用这一招 好 二级的话我们学一个QW 还是一样的 用自己的身体砍 等W还剩三秒钟之后 咱们可以切形态 好 这个时候可以切形态了 往这边带一下 然后一边走一边A就好了 给到这个地方放惩戒 先Q一下远程平级Q 然后继续 这时候换小猪砍一下 因为我们要马上升三级 需要保持健康血量 所以我们不能让自己本体再砍了 本体再砍掉太多血量了 直接升三级往上往野去走 我们先看一下对面打野的一个刷野思路 因为我们没有在对面野去做野 上路这边他是不好抓的 我是天爵 我肯定是从上刷下来 红开刷下来的 那我们得去先看下他的刷野思路 他是蓝开的 今天不要急的翻译起来 这时候可以翻译的 他没交闪线 我们追着A就好了 往这边给野 依他生闪 他交闪线 在A下带走 这时候往队友那边走 那队友过来一下 我的E马上就好 可以稍微在这等一等 这一发闪 他可能没看到我 这边先A下回血 然后去找对面千诀 千诀身上应该是多一把长剑的 要不多一个鞋子 我这都没E的 这千诀的话 应该我应该是被视野看到了 不然换千诀在打野怪的同时 我出来的话 他打不过了 因为他技能会给野怪的 就得A就好了 把这边的一个狼拿一下 故意让他看到我在打这个狼吧 而且我把陈队给交了 他这边有眼在的 然后打完这个狼再去找他 吃小鸡的话 我怕他把那个红已经打掉了 所以我当时没有选择去吃小鸡 原因在这个地方 因为他已经复活很久了 我是觉得他应该是在打这个野怪 这边直接硬打 把对面千诀吸引怪就好了 狐狸已经过来了 这边是有眼在的 没关系 我们拿完这野怪直接走就好了 一起来把他一躲了 他有什么直接一他就好了 等下猪献就咋 先进草 有凯旋回血 他追不上我 等下个人前一号 A起来给E起来 A起来给W 阿卡丽来了 这宝贝要不要先做乌鸦之祸呢 对面都好像好脆 谢谢 感谢什么用户1619 23071送出的权势卡 感谢支持 谢谢 先找千诀 他不来的话 把这个印记撤一下 因为我没惩戒 不太敢第一时间去打 千诀这个英雄 应该是爱这个印记 如命才对 他怎么不来呢 他没有选择过来 阿卡丽的话 蜘蛛也是比较头疼 但是人想一先 给破阿卡丽的隐身 脚引能一倒 其实还好 这个我们让后面来了 他千诀在打这个草丛的 可能吗 因为他没有来 下面也去 半区远着 他可能在上面也去 坚持雷就好了 等下猪前Q好 这波的话我们不急 先把果实吃一下 先A王果实往后走 等下个瓶也可以出去 我们再往前追 然后把他们家蓝拿一下 打完蓝之后 看能蹲一下对面的一个拉斯 拉斯的话 跟那个ADC的话蛮复活的 ADC的话是有多弯剑的 一个是5G 一个是4G 他在打印记 打了一个草丛的 咱们可以蹲一下对面ADC的 这波我们让泰坦先QA 我不起的 不用换人先一截 有名捏了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边的 把这边的小龙马一下 空下荆棘 无妖引验女妖是吧 但是 我这把不太想出女妖面杀 女妖面杀这个版本性价比稍微太低了 就是你出金身其实是伤害性技能的 出女妖面杀你没有伤害的 因为女妖面杀的话就破一个盾 然后加4点的抗性 你如果被控到的情况下该被秒还是会被秒 并不会因为你出了女妖而不会被秒杀的 这是女妖的一个不好的地方 但金身你可以赌关键技能 重点是你Q完之后可以用金身 用小猪咬人 还可以等下个这种CD 相当于有两个蜘蛛前一技能的 这就是金身的一个好处 女妖的好处的话就是增加自己的看性 稍微吃对面技能的话 LE的话会不是特别疼 我出金身我出女妖出的比较少 很少出了一个装备 如果第三件想要出女妖的话 还是做伤害面就会更好 巫妖影验保命巫妖影验金身 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装备 真是这一挡 打一趟我们先撤 折到队后面去 靠通 一枪好像被秒 三百滴血 对面打要是一个打 攻门不当然是一样的 他没怎么防灭野怪 所以我们的话呢 这个火刀跟他一模一样 这个应急得稍微捏一下 往上野区走一走 他们俩要打到底的 他没有闪现的 我们选了一道小兵身上 接近他增加伤害的同时 这波浪都可以把线控一下 我们可以进对面野区的 他把红已经打过了 红好像是我的人头 天爵往下走了 我下落没有野怪的 这个应急马上刷新 这个槽虫马上刷新了 注意一下 我们到时候可以打一个槽虫 不需要打两个的 红还在的 红是我的红霸 就是我死掉的红霸 我们打这个槽虫 我们打一只就好了 我们不需要全打完 因为全打完浪费时间 我家里面全是野怪的 这槽虫很浪费时间的 因为第二轮槽虫血量很厚 相当于一旺血 他们可以无限续航的 拿一个往中靠 他没有大招了 我们直接过去就好了 咱们放一截 先给益神中 先给益神中 我的 我的这个还在的 这边签决过去了 这边签决过去了 等小龙刷新吧 不急 再把这个小布买一下 这个号是电行大区 但这个号有毒 这还有毒 没有开车现在 我得赶紧把他号打了 打了才能给你们抽号 下都没一样 未来的路 就在脚下 不要悲伤 不要害怕 我都不爱去上干什么 他死掉了 我这个Q3怎么这么低 这是因为削了几点法穿 导致狐狸没死 我知道 是什么潜伏在黑暗之中 橘子 來 沒大招吧 這就是伏筆 剛剛把刀都給交了 看起來我們保ADC把他拆了 我們上路第二輪野怪可能又要被收了 他沒有去收第二輪野怪 那他很傷啊 可以打死了 影驗做一下 我們做影驗的話 下個東北想要防禦窗 對吧 我們就選擇去做隨便面具 隨便面具的話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 將近5AP自容的 所以我們把隨便面具做一下 就不出女王面紗 女王面紗的話收益比較偏低的 對於蜘蛛來講 蜘蛛出女王面紗的話 作用不大 因為我們會當前排帳的 隨便面具的話 它也是一個增傷效果 它有30%的髮創效果 然後給隊友提供 然後有15點級數 有摩卡同時 還有生命主 去撐這個 撐這個就是龍錯綠的 我們出生命主的話 可以當前排 我們現在輸出已經夠了 所以我們才選擇去做這個裝備 如果是輸出不夠的情況下 肯定是不能做隨便面具的 我們兩件套了已經 不知道這邊有沒有野 咱們先上來照一下 有這邊有拉克斯在的 到時候被勾到就要死 反應快 這跟你反應沒在完結 就很簡單一個道理 我們之中的英雄屬於法師 對吧 你這樣打個比方 你玩小微人這個英雄 然後在精神跟女妖面前選一個 你會選哪一個 對面這種這麼的情況下 你會選女妖還是精神 精神是可以躲關鍵技能的 如果反應不過來就沒辦法 拿出女妖面衫肯定更好一點 不要不相信自己 我經常也反應不過來 老是忘記按精神 其實不是我不想按 是按不出來 但是有了這個裝備資料的話 你就有那個 有那個就是 有操作的空間了 就像這個人 我們一刀五個冷的對不對 我們一刀 我們打WQ過去 你如果說是女妖面衫 你不太敢過去打一套 但是你又精神的話 敢過去打一套的 就是有操作空間的 他當我拿一下吧 他們全在下輪 我們可以單著他吧 小隻小蜘蛛的話呢 也是有傷害的 小隻小蜘蛛的話呢 是女妖族 organizations 這是女妖女的 是女妖奇的 買壞 是女妖女的 回家把生命就做一下 你看我杀这么多人 我的巫妖之过其实也没打多少杀 700地形 没有你们想着那么厉害 这个装备主要是要靠 要配合法创才强 然后打脆皮才厉害 一旦对面出了魔汉之后 你就几乎没什么伤害的 就触发一次几十滴血 你还不如多一下呢 我的果实吃一下 高地铁拿掉了 今天打WP他追命 被控到没关系 我们这边稍微肉一点 不要被ADC打到就好了 不利的话跟他们打不动我的 批判一下 他不敢阿过来 阿克地不见了 他可能要过来 我们先测一下 因为我们伤害够 我们才能去出这个女王面杀 不能不能出 他第三下可以用一规避的 我放是吧 你看一下 打WP直接秒了 先贼一伞 伤害一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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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身为重 你又要尽害 伤害一伤害 卡比娃 大招啊 他怎么不给大招啊 现在可以一场的 是人型的一场 先放一再放一场 数成一场 以前的话呢一场是不行的 一波了 好我们给他来一波金猪猪啊 好 0到9的大魔法的攻击杀 我们给他截两个尾数